今天分享小鸭子发家的做法 也可以做胸针 包包装饰贴片等 用到的是 四股牛奶棉2.0的勾针 4.5毫米鸭嘴加5毫米的眼镜 现在开始编织 绕线 缓起 另三个辫子针 在线圈内勾14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绕线 插入线圈 带线过来 先带前两个线圈 再带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长针 按这样的方法把14个长针勾完 14个长针勾好以后 拉线头收紧线圈 插入勾针 到 刚才起立的三个辫子针 第三个辫子针里面 引拔 三个起立针是算做一个长针的 总共是15个长针 接着勾三个辫子针 翻转之物 紧挨着的针目里面 做一个引拔针 现在是植物的反面对着自己 那三个 辫子针翻转植物 现在植物是正面对着自己 在刚才引拔的 左侧的这个大洞里面先勾 一个长针 接着还是在这个洞里面勾八个长长针 长长针的勾法绕线两次 插入 线圈 带锅前两个线圈 再带两个线圈 剩下再带两个线圈 一个长长针就勾好了 接着要再还是在这个洞里面 就是上一行 我们三个 辫子针引拔的形成的这个洞里面 继续勾七个长长针 八个长长针勾好以后 勾三个辫子针的狗牙针 三个辫子针勾好以后 插入 遮二两根线 勾引拔针 这就是一个狗牙针 接着勾四个辫子针 还是回到原来的 这个勾长长针的洞里面 勾一个引拔针 小鸭子的主体就勾好了 一个锁针 断线 收紧线头 藏到反面 接着来勾嘴巴 嘴巴入针位置 从这起第一二三 第三个针目里面入针 带线过来 勾四个辫子针 还是到原来的入针位置勾一个 引八针 再勾四个辫子针 还是到原来的入针位置 勾 引八针 断线 断线 这是嘴巴 把线头 带倒支 接着来勾蝴蝶解 蝴蝶解勾法还起 绕线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带线过来 立两个辫子针 在线圈内勾两个长针 也可以拉一下 捏住 两个长针勾好以后 两个辫子针到线圈内引拔 接着继续勾两个辫子针 在线圈内勾两个长针 两个辫子针 勾一个引白针 断线 留着线头稍微长一点 把线头收紧 用线绕一下蝴蝶结 背面打结 固定 把眼睛粘上去 接着拿出压嘴夹 把眼睛 kingdoms 把眼睛阻伸进去 小发展